9巴車長前年在大埔超速翻車 造成19人死亡 代表律師在庭上說 被告患有阿士堡加症 律師說因為這個病症 被告不懂得理會他人感受 不接納他人的指責 才會超速駕駛去發洩 阿士堡加症以奧地利醫生阿士堡加命名 他在1944年最先發表相關的研究 北京大學的專家說 平均每1,000個嬰幼兒 有6個是阿士堡加症患者 男女比例是4比1 阿士堡加症和自閉症 都屬於自閉症普系障礙 和自閉症相比 阿士堡加症患者沒有言語法慾障礙 和智力障礙 患者大多數缺乏人際交往技巧 不懂得如何與別人打交道 所以容易受同齡人排斥 而他們一般都只有局限的興趣 又有黑板地重複的行為 有疑科專家說 患者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現出天賦 例如數學和繪畫等領域 對這樣興趣的事物會特別好學 專家說若家長發現 子女有阿士堡加症的症狀 就應該花時間幫助小朋友學習 提升交流溝通技巧 回到省相比 支持者 總統 麻煩